陈情望线心甘情愿 第47集 荣为一体 蓝旺鸡轻轻在他身后躺下 手搭到他肩膀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魏无羡的紧张 身体很紧绷 放松一点 蓝旺鸡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嗯 魏无羡点头 还是背对着他 蓝旺鸡也不急 缓着他的腰慢慢地稳 从后脖梗到肩膀 边吻手还边在他身上按摩 魏无羡的身体渐渐放松 蓝旺鸡轻松地把他的肩膀搬正过来 而后吻上他的唇 把大灯关掉 魏无羡闭着眼睛说 怕我看吗 蓝旺鸡小声问 开夜灯就好 魏无羡依然闭着眼 手抓着他的胳膊越来越紧 蓝旺鸡也不惜这样浪漫的事情 暴露在这么强的灯光下的 浪漫的是更适合朦胧的夜灯 他笑着吻过魏无羡长长的睫毛 伸手把灯关掉 开了个夜灯 魏无羡这才睁开眼看着他 像要把他镶进脑子里一样 看什么 蓝旺鸡轻声问 而后在他耳垂上轻轻咬了一口 魏无羡伸手捧住他的脸 道 我再给你确认一下 以后不能后悔 要了人是要负责一辈子的 蓝旺鸡收住笑容 深情地看着他很认真的说道 绝不后悔 我会对你负责到底 魏无羡眼力蒙上一层雾 轻轻把手捶了下去 仰起头主动吻上他的唇 蓝旺鸡揽着他的腰猛地收紧 让他的身体紧紧地贴着自己 用力地吻了上去 蓝旺鸡查的资料 在人激情达到最顶峰的时候 大脑皮曾因高度兴奋 对外界的反应是迟钝的 这时进入疼痛是减半的 他边吻边做好前奏的工作 但魏无羡软弱无骨完全往我时 慢慢地侵入进去 魏无羡在身体被进入时的一刹紧帮了一下 喉中发出一声轻哼 很快在蓝旺鸡的吻和抚摸中慢慢地放松 而后开始配合着蓝旺鸡的运动 两人几乎共同达到顶峰 然后魏无羡软软地卷在她的怀中 蓝旺鸡甚至没有退出来 就那样拥着她 吻过她的发丝到脸颊 却感觉到魏无羡眼下有些湿润 怎么了 不舒服吗 蓝旺鸡紧紧张地问 魏无羡声音很轻 带着鼻音 摇着头道 没有 是太激动了 感觉你住进了我的身体里 从来没有与一个人走得这样经过 蓝旺鸡紧紧地拦着她 道 哼 最亲密的关系就是负距离 现在我们是真正的临危一体了 魏无羡保持着被进入的姿势 有点怕蓝旺鸡退出的感觉 只有头盒上身 轻微地动了动 手扒着蓝旺鸡的胳膊 把头放了上去 夜已经很深 外面非常安静 刚刚消耗了不少体力 蓝旺鸡有了困意 轻轻地拥着怀中的人道 困吗 嗯 魏无羡点点头 那就这样睡好吗 蓝旺鸡道 魏无羡一动不动 声音很轻地暗了一声 这一觉睡得十分香甜 蓝旺鸡是被一阵电话铃吵醒的 点开一看是奶奶打滴 问她什么时候回家 蓝旺鸡看了一眼时间早上八点 奶奶可真准时 她笑着道 中午的飞机 能赶到家吃晚饭 魏无羡被她讲电话的声音吵醒了 揉揉眼睛咕弄道 几点了 八点 昨晚你睡觉不老时 把我请出来了 蓝旺鸡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笑道 两人还是思虑不挂的样子 魏无羡下意识地往下去摸 摸到蓝旺鸡已经高耸的小山 不好意思地把头埋进蓝旺鸡的怀里 道 我也不知道 你 还要进去吗 蓝旺鸡早已经不能自已 吻着她道 你说呢 魏无羡脸红 期待 害羞 大年初一的早晨 来了一次酣畅淋漓的爱的运动 蓝旺鸡揽着怀中的人儿 心情是平静的美 人生在世最美好 不过是身体健康 事业有成 父母健在 爱人在侧 她现在就剩下事业要打拼了 新的一年 她要加油 魏无羡懒懒地窝在她的怀里 守在她的腹部轻轻地摸缩着 漂亮的眼睛随意地张着 慵懒舒适的样子 静静地躺了一会儿 蓝旺鸡道 我得起来去那个房间了 魏无羡抬起眼皮道 吃干抹镜就想走人吗 蓝旺鸡笑着手 轻轻在她肩头握了握 道 等下人都起床了 我怕被人发现 魏无羡动了动身子 道 发现就发现呗 反正已经睡了 再说了 助理在老板的房间 那不是很正常吗 蓝旺鸡亲了一下她的额 道 你的形象是纯情阳光大男孩 冰清玉洁 我不允许别人随意地乱洗你 魏无羡故弄道 早晚还是要公开的 随他们写去 我们不看就行 蓝旺鸡温柔地哄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的脚跟还没站稳 等你站得足够高的时候 就会少很多诋毁 多更多欣赏和支持 人性就是这样 乖了 要起床了 魏无羡短贪一声 好吧 就是委屈你了 蓝旺鸡笑道 私密的幸福更甜 昨晚下了一碗的雪 从被窝里起来 魏无羡迫不及待地 跑到窗边往外看 外面已是银色的世界 他们住的是42层 事业很广 前面一大片都尽收眼底 魏无羡拿来手机一阵拍 开心地像个孩子 蓝旺鸡微笑着从背后 还住他的腰 温柔地说道 你小时候打过雪仗吗 魏无羡唇角上扬着 打过呀 小时候的雪比现在还大 我就穿着雨鞋 跟小朋友们跑着玩 回到家就会被奶奶一顿说 要我赶紧换上棉鞋 在火炉旁烤烤 其实我一点都不冷 蓝旺鸡回想着 打雪仗这事 他只在书上看过 他自己没有参加过 顶多就在一旁看 小朋友们挣雪球很开心 他很羡慕 可就是无法隔入他们 打小他就与人有种疏离感 不喜欢与人离得太近 直到遇到魏无羡 魏无羡拍几张照片 转眼看他一会儿道 你打过雪仗吗 蓝旺鸡摇摇头 今年你陪我打好不好 魏无羡一下笑了 可以啊 你可要手下留情 蓝旺鸡拙了一下 他被窗边的冷气吹红的笔尖 道那是当然 我的宝贝我当然要宠着了 你可以使劲挣雪球 魏无羡想了一下道 我也不舍得使劲啊 我的宝贝我也要宠着 哈哈 蓝旺鸡笑了 在他的小嘴上亲了一口 魏无羡眼珠子晃了一下道 咱们回家还是先堆个雪仁吧 好 蓝旺鸡点头又亲了一下 他准把窗户的缝隙拉下 一下子暖和了许多 外面时有人走动的声音 正是吃早餐的时间 蓝旺鸡快速地穿戴整齐 拿着一个小册子 假装谈事情的样子 冲魏无羡挥动着手中的册子道 我先去那边了 魏无羡小声地笑 大年初一的大清早助理 去老板房间谈事情 嗯 静夜 蓝旺鸡把门拉开一条缝 看外面没人 快速地出去拿卡刷了自己房间门 在没有任何翻动痕迹的床上坐了一会儿 蓝旺鸡起身去洗脸刷牙 走是把床的上的被子掀开一边 枕头动了动 制造一种睡过的样子 然后再出去故意大声地敲魏无羡的门 魏无羡开门把他迎进去 笑得何不拢嘴 趁手还住他的脖子道 有没有被人看见 蓝旺鸡宠爱地亲了一下他的鼻尖 道 肯定没有啊 收拾东西走了 带你回家 一听回家魏无羡笑脸一下子收了 蓝旺鸡轻抚着他的头盗 放轻松 没事的 你可是我的老板呢 这几个月多亏你收留了我 他们非常感谢你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